另外像有些人就會說 那我去萬步走 走到後來越走越痛 所以我常覺得要保持說 到我們不論什麼年齡 都可以這種很靈活不疼痛 有兩件事要做 除了正確的鍛鍊知識之外 第二個就是正確的飲食膳食保養 其實像我 我現在 必須 剛才就講了 跑新聞或追功策位 以前都穿高跟鞋 所以漸漸就發現 偶爾也會覺得突然間有點卡卡的 所以我在鍛鍊肌力的同時 我都會用一些飲食的補充品來補充 我想補充品有幾個關鍵 是大家要注意的 第一個要讓關鍵環節要靈活 第一個要讓它有適度的營養 營養是什麼 葡萄糖胺 因為可以補充你的這個靈活 你的關鍵所需要的營養 環節所需要的營養 第二個東西大家可能聽過 叫做歸入雙飽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環節 可以幹嘛 可以有促進它的新陳代謝 同時補充它的膠質 讓它可以靈活不卡關 第三個很多人都知道 比如說我除了靈活的環節之外 我的支撐也要夠 所以我要有充足的鈣質 讓我的骨質夠強健 同時我要有維他命D D可以促進鈣的吸收 很多人都說我曬太陽就夠了 可是如果你曬得不是那麼夠 或利用率不是那麼好 可能還是需要補充的 可是這些元素大家都知道 可是我覺得在選擇的時候 除了可以從你日常的生活攝取 但攝取不夠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額外的膳食補充品 在選擇膳食補充品的時候 我會建議兩大原則 第一大原則就是要選擇知名大廠 因為畢竟一個品牌的養成 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相信一個知名的品牌 他也不會隨便去推出一些 可能相對不是那麼理想的產品 第二大原則就是 要經過人體實驗的證明 因為不然老實說吃了一大堆東西 也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幫助 結果吃了是白吃 我覺得這樣子經過兩大原則之後 才能真正補到位 這是肅清的方法 所以飲食需要 運動也需要 我們今天一時強調運動的重要 麥克斯 我們可以怎麼做 像你也曾經受過傷 好 我剛剛非常贊同專家的說法 像不要以為我們這些鏡頭 只有平常長輩才會有的 像我自己本身也會有 因為我運動量大 所以我自己也是會 每天一瓶來補充保健飲品 我同時也會分享給我的家人 這樣他們才能游山玩水 接下來我就帶觀眾朋友 來練習一下分解動作 你往後看一下 讀了一個學生 我也來了 怎麼這麼快就來了 就是正確補充營養一定要鍛鍊嗎 好 我們首先先把雙腳打開 輕鬆的打開 第一個動作要看好囉 抱緊自己 手放這邊 分開 上下交換 再抱緊自己 其實抱的時候要有感情好不好 我們再抱一次 都要有感情 抱緊自己 分開 好 上下交換 再抱緊自己 好 接下來繼續囉 5的時候 放這邊 6放這邊 7放這邊 8放這邊 我們把所有的拍子 加在一起做看看 有沒有跟上嗎 醫生們轉交的 有點難 我們再試一次好不好 慢一點點好不好 1 抱緊自己 所以你就要記得口訣是 抱緊自己 愛自己喔 然後分開 上下交換 再抱緊自己 很好喔 繼續 5 5 6 7 8 我想應該會了 舒淇你會了嗎 舒淇你會了嗎 而且我同時鍛鍊了我腦力喔 沒錯 增加我們的靈活力好不好 那我們就音樂請下啦 好 三哇塞卡 一起來做運動 增加靈活度囉 來 手借我 我們這邊做一個小蹲 手抬高 腳抬高喔 腳手才很勵力喔 嘿 再一個 好 記得 每天要運動 不能偷懶喔 嘿 表情也很重要對不對 來 來 跟著老師屁股搖擺 後面的怎麼沒有尖叫聲 嘿 來了 人家快來跳喔 我們剛剛教的 還記得嗎 好 我們來做一點激勵好不好 好 給你壓低一點點 再一次 我要看看你的屁股 有沒有很靈活 有嗎 有喔 觀眾朋友我相信你也會有喔 要跟著我喔 嘿 每天多運動喔 深蹲來了 嘿 注意安全喔 慢慢轉身 好 記得保持微笑喔 多運動 增加靈活力喔 塑星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你這次跟得不錯喔 我必須說 你們每天練這個 要是不靈活 找麥克思 沒錯 就找我好不好 好 所以記得 飲食加運動 對大家猜有幫助